雙喜臨門 當然我所主辦的 創辦的 轉一下 好 今天算是雙喜臨門 因為我所創辦的 Playground藝術學校 今天算是一個稱國發表會 然後很多的學生 今天大概有兩三百位的學生 會陸續登台演唱 就像我的小孩一樣 在這個學校裡面 當然我們所有老師包含我 我們非常用心的 真的是想要培養華語的 下一代 所以算是辛苦有了結果 所以非常開心 第二個要很開心是公佈了 我的人生的下一個階段 跟我的太太 花花 即將要共創 美好的未來 在這邊也是跟所有的朋友分享 我覺得今天是非常開心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也謝謝一路支持我的 不管是家人 朋友 有粉絲 還有我的學生 然後 真的非常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祝福 因為最近的祝福如雪片般飛來 這樣子 那也期待我們今年年底的時候 也會辦這個 我們的婚宴 當時也會宴請 很多很好朋友 一起來 分享我們的祝福 這樣 所以在這邊也要祝大家就是 不管 新年快到了嘛 也希望把我們的這個喜訊呢 喜悅呢也分享給大家 那想到去哪裡 透明月 你在規劃呢 哇其實 因為其實今年的時間 真的比較趕啦 就是說 比較忙 然後因為學校好像我們 接下來也有新的一起要招生嘛 然後 也在辦籌備很多新的課程 今年也有很多像是演唱會的課程啊 像是幕後的設計啊 然後MV導演的課程啊 所以其實 嗯 老實說現在對我而言 我希望把更多的精力時間 放在家庭跟事業上面 那這兩塊要 勵力並進這樣子 對 那至於你說蜜月啦 或者是 嗯 婚期啦 這些細節 我就尊重女方 讓女生開心就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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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